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天哪 你这是经历了什么 你的脸上怎么都这样了 最近皮肤好干啊 然后皮肤状态特别不好 不过我看你最近还蛮好的 那当然 我这是什么人 我这是保养的大人 你肯定没好好保养吧 日常护理有在做吗 那还缺一样东西 就是周护理 有什么窍门快来教教我 日常护理呢 就是正常的清洁保湿滋养 在周护理呢 就是解决你这种突发的状况 比如说比较干啊 皮肤又不够亮啊 还有就是你觉得紧致度不够了 需要这特殊的保护的话 你就选周护理 那让我们先去卸个妆吧 一会儿我来给你仔细聊一聊 好呀 走 好了 边边 那我们这次是真的全素颜的来 在拍摄牺牲非常大 不计我们都会 过去没有看到过我这样子 一定会被进入黑历史的 还为了大家我们还是付出了 现在我们刚刚清洁完脸部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洗完脸还是很干 对 因为空气中真的是天气冷了 肯定会很干 给你带来一个法宝 玫瑰喷雾 那么这个玫瑰喷雾呢 雾化效果特别好 如果说你在敷面膜之前 皮肤会有那种刺痛感的话 就要用它感受一下吧 对 如果有刺痛感的话 玫瑰说明肌肤是真的缺水 让我来喷一喷 这个雾化效果太好了 对 你看我喷 你就知道它雾化效果更明显 怎么样 有很强的补水效果 对啊 就是你感觉到自己 好像被浸湿了一样的感觉 这样的话你在做后续的保养的时候 就不会有那种刺痛感 那么接下来呢 我给你看看我给你带的些什么 这两样你都见过吧 一个是这个 斯拉面膜 斯拉面膜 对 还有一个呢 是水灵胶面膜 应该你不少敷 一周都会 一周两到三天都会敷一次 你知道它两个区别吗 这两个面膜区别 斯拉面膜的话应该是利用一些物理的原理 将我们皮肤的一些深层的污垢 然后进行清洁 在斯拉的过程当中 它可以把我们毛孔当中的污物带出来 这样的话起到一个很好的清洁的作用 嗯 平时的话如果你觉得上妆有种卡粉啊 或者说是就是你肤质感觉的不透的时候 你就要用它来去去除角质 所以你的皮肤才会看起来很透 所以近期去角质用这个斯拉面膜 这也是周护里的其中之一啊 记住要点 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面膜 就是水灵姜面膜 水灵姜面膜它的这种清水性和清敷性 效果真的非常好 我每次在贴的时候感觉 它跟我的肌肤真的是第二层肌肤的感觉 对 而且它敷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躺在那里去追剧的时候 比如敷在那儿 然后它是上下两个结构嘛 所以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有的时候我也会把下面的补贴 然后去吃泡面也是有的 所以它很方便 另外呢就是看起来就是 噔噔 哇 这个是惊喜 这是什么你看啊 我每次出差的时候都会把这种片状的面膜 装在这种保鲜袋里 这个密室袋里 这样子的话就是拿去也非常的方便 够意思吧 哇 沉甸甸的 看 这个面膜呢就是深层保湿面膜 嗯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深层保湿 那么这个二号面膜呢 就是又保湿又能够提亮的面膜 主要是可以缓解你的缺水 又可以让你皮肤变得更加的亮 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嗯 让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三个就是营养弹力面膜 营养弹力面膜 所以这三种面膜呢就是三种不同的功效 针对不同的肤质问题集中护理 改善你想要改善的肌肤状态 我对第一个非常的感兴趣 因为我现在肌肤正处于缺水的状态 我知道了你眼睛已经直勾勾盯着了 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说 它的成分呢都是经过了严格的筛选 利用这种舒缓温和的成分 很不刺激肌肤 同时又配合了这种独特的海藻面膜布 来让你的肌肤每天都能够美丽升级 我平时就非常喜欢这种面贴布式的面膜 因为它使用起来非常的舒适和便捷 你刚刚提到一个海藻面膜布 那那个究竟是什么呢 不要着急 一会我们敷的时候 我再跟大家去讲这个海藻面膜布 让你感受着它的时候再跟你去介绍它 你会更加的理解 那我想让肌肤呢变得更加的用力 然后同时又能够补充水分 那我就选二号面膜吧 然后你来选这个一号的深层补水面膜 切起来吧 这个面膜它的这个面膜布非常的独特 它是有两层组成的 它除了这个面膜布之外 它还有一层网纱 它是保护面膜的 然后这样才能让我们的面膜 平整的放在这个面膜袋里头 在敷的时候注意啊 所以你把网纱这一面朝外 然后呢 对准我们的眼睛和鼻子 然后再把网纱取下来 看是不是大小还蛮合适的 你先帮我把这个上面的网纱 帮我拿掉 有一种 这就要一层上的感觉 哇 好多粘液 不能让它流向那样 好了 好的 放在旁边 我来帮你敷 那我也来试一试 网格面朝外 对 这个大小还蛮适合你的脸的 嗯 嗯 这个网红好不错吧 但是我觉得面膜上面的精华好多呀 难怪你最近皮肤状态这么好 嗯 现在我就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海藻面膜布 目前实际上是市场上积聚创新的一种 海藻面膜 高科技的面膜布 简单概括下来呢 用八个字来概括 就是舒适 高效 服贴和轻薄 然后它超级柔软 超级轻薄 虽然很薄 但是你能看得到 你看到吗 它的这个上面有很多的面膜液 对 它能够真正的把这些面膜液 吸附在你的脸上 这个面膜布呢 它是由这种 海藻纱 同安纱 天丝纱 还有竹原纱 四种材料构成的 它能够把这个天丝的强度 同安丝的这个柔软贴合力 还有竹子的吸附性 以及海藻的精华 全部结合在一起 因为这个海藻纤维呢 本身呢 它就具有这个锁水 补水的能力 它可以快速的传导到 我们的这个肌肤上 因此 即使你在整个使用面膜 的过程当中 面膜也不容易变干 其实呢 还有就是这个 面膜当中的精华素呢 它可以与海藻 富含的这种天然成分 结合一种海藻气泡粘液 这个海藻气泡粘液 就给予我们肌肤营养 并且能够保持我们肌肤水分方面 发挥出协同作用 对 我觉得 在使用面膜的时候 其实面膜指的好坏 它已经直接决定了 面膜的这种实用感 而且最主要的是 这个面膜呢 义务感不强 就是你敷上它以后很舒服 那这款面膜 是不是适合每天来去使用呢 一周呢 用个两到三次即可 那如果说你还想要第二天 有什么活动呢 所以今天晚上 我就突几地保养一下 所以面膜真的是肌肤护理非常重要的一环 像我们爱中美呢 就有很多很多面膜 这个每日面膜呢 就会在未来会上市 然后给大家体验到 首先呢就是第一款 就是你敷的这款保湿补水面膜 它最好的就是这种水润保湿的这个成分 你知道在你这个面膜当中 都含有什么成分吗 都含有什么成分 应该有透明脂酸吧 嗯 没错没错 聪明 你看就是成分档哈 除了这个透明脂酸 还有β不去糖 还有富含矿物质的这个夏威夷的海水 它和这些水 夏威夷水分组成了一个补水保湿复合物 所以它能够给到我们肌肤充足的水分 让你的肌肤持久保湿 这就是你敷的这个深层补水面膜 那再来说说看我的第二款 我的第二款水润量敷面膜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给你介绍一下 我在敷的这一款水润量敷面膜 我的这款面膜 里面真的是有各种维生素 还有光泽量敷复合物 这些呢就可以让我的肌肤 幻发出光泽并且有这种体量的效果 嗯 你知道吗 维他命的这种光泽量敷的这种 效果非常好 而且它有这种高折射率的保湿剂 所以让皮肤就像是 赋予了这种高光的感觉 所以 所以你最近是不是一直在敷这款面膜 被你发现了真的是 这个年龄增长以后 还是看起来非常的年轻 漂亮亮 现在你依然是年轻漂亮 嗯 我远18岁 不要暴露我的年龄 好就这样 来 第三款呢 就是这一款我们还没有敷的呢 就是我明天准备要敷的面膜 因为它是营养弹力面膜 你听了这个名字你觉得它会怎样 我觉得它应该在使用之后 皮肤都有那种Q弹的效果 嗯 没错 因为它的名字就是营养弹力嘛 因为你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皮肤其实是要缺少一些营养物质 同时也缺乏这种光泽感和滋润度的这种成分 所以我们就用这种高分子聚合物 颈肤凝胶 它含有这种紧致肌肤的这种符合物 对肌肤具有这种很强的营养补充 同时能够增强弹力的效果 所以它会让我们的肌肤呢能够快速吸收 然后保持弹性 那我们接下来周护理结束之后 我们开始要日常护理好吗 好的 怎么样 感觉有没有活过来的感觉 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深层护水面膜 护水的效果真的非常好 你没有觉得我发光发亮了吗 快看 我现在看你还不错 比你刚才那个样子 那简直是不容易 我们既然已经附完了面膜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护理呢 用上我们的浓缩精华液 你的脸一定要靠它来拯救 它绝对是我的最爱 好 我们现在就来用它 我想先用一下这个水去垫个底 再用这个 又有一次雾化的效果 对 没错 没错 好 你已经去好了是吗 我也来一点 我觉得这个安全 还是可以帮我们密集修复 我们粗暴一点 好 那接下来我们的每一步都不能少 尤其是边边你的肺炎圈真的好严重 我们要用一下眼霜吧 好的 少用一点 然后点在眼周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日常保养和周护理都已经完全做完了 有没有感觉自己元气满满呢 当然我现在发现每天的日护理和周护理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都不能少 所以我现在已经把这款面膜加入到了的面膜清单当中 我好期待它的上市呀 相信我们镜头面前的会员们也一定期待这款面膜加入你们的面膜全家桶中 这样的话我们有更多的周护理的产品可以选择了 好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好的 那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睡个美美的觉 第二天的皮肤棒棒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